今天是十二十五,星期四 其實現在是白忙中,抽時間跟大家談一談 因為其實四點九個節,證券商業會要開會動的 要開個會的,我已經遲了 不過始終這樣走了,一會就沒有時間了 接著我就要去深水埗開講座 所以唯有遲少少時到 早市來說,低開二百三一點,是一萬八千一百二十二點 其實日中的高位是一萬八千一百三十三 但是A股繼續向下走,尤其上證指數 二千二失手,最低到二千一百七十九點 即是整個廣告就被拖低了下去 指數最低到一萬七千八百九十五點 收市的時間跌幅略為收窄,是一萬八千零二十六 跌了三百二十七點,成交今晚五百八十六億 簡單來說,今個月仍然還是先高後低,不用說 7日的高位是一萬九千二百四十二點 到現在仍然還是低於一萬七千八百九十五點 頭淡尾跌了一千三百四十七點 一千三百四十七點的波幅,是稍微一點 可以滿足今個月的要求 所以多點、少點,我覺得已經不重要了 最重要是甚麼呢? 如果中央在這段時期或者稍後 有機會下跌半個百分點的銀行準備金 大肆可能趁機會出現一個反彈也不頂 不過初步看,就看一條五十天線的阻力 大約一萬八千七百多 如果任何一日,指數仍然還未能回到五十天線樓上 整個反覆是低的格局,暫時還未能改變得到 值得一提的就是 十二月份剩下九個假月天 雖然未必不會有甚麼驚喜 但大的變數,我相信暫時應該不會抱大大的憧憬 因為傳統來說,二十日打後 大家都是放性單價 其實計劃定去哪裏放假、去哪裏旅行 所以市場的戰意是不會高的 只不過今個月,十二月份 就多了不少新股上市 所以令到市場的氣氛比較熱鬧 但即使是這樣,全部都不開心 全部都一掛牌就跌穿照股價 今日新華人壽和周大福的股價 都是預期之內有幾個百分點的下跌 其實是受大事所累 月底前的市會不會有個明顯的反彈 我的確有少許的憧憬 不過當然不知道,你要視乎歐美股市 A股熱定,最重要是看政策 現在沒有甚麼若隱 沒有甚麼良好因素造成一個刺激 或造成憧憬的話 暫時來說,你要去大幅度反彈是很難的 不過既然1347年的波幅 可能已經滿足到這個要求 我相信做大幅度那些 都未必會太大力去追擊 好不好意思? 今天講了幾分鐘而已 因為時間所限,我真的要逼 我要離開了 有甚麼要補充的話 我明天這時間再跟你們聊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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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